第九是生死之力 佛用天眼见众生生死处 同样是天眼 凡夫也有天眼通 二圣也有天眼明 佛这个地方实力 天眼之力又叫做生死之力 天眼凡圣的差别 凡夫用天眼顶多观视天下 生闻极多能够见小千世界 旁见小千世界或者上下也变见 外人就问 大范天王也能够见千世界 那么跟生闻人见的千世界有什么不同呢 好 论主回答 大范王他如果于千世界 正中间站立的时候 其他都可以看得见 能够变见 如果说他是在边边的地方 他只能在附近看得到 但是远的地方 另外一边的余处他就看不见 所以说若在边立则不见余处 这是大范王 生闻人就不一样 生闻人他不管在中间 在边边旁边 常见千世界 毕之佛的天眼见得更广了 百千世界 诸佛更广大 能够见无量无边的诸世界 凡夫人天眼是 这只是天眼通 不能称为天眼明 亦如是 他只知道 看到说 他可能知道 他下一生生到什么地方 但是不了解 他的业因缘 如之前宿命中说 再来就是大小圣天眼的差别 四大清静照射 复次 得天眼人中最第一者 这是阿纳律 阿纳律尊者 阿纳律尊者 他是天眼第一 他之前其实有一次 就是白天他贪睡 结果被佛贺责 贺责以后 他起了非常惭愧的心 他说我被佛贺责 白天贪睡 他干脆就不睡了 不是白天不睡 连晚上也不睡 他精进用功 后来因为太精进 眼睛都眉得休息 眼睛就瞎了 就看不见了 肉眼就丧失了 失去功能 后来这衣服破了 要缝衣服 没办法穿针引线 佛还亲自为他穿针引线 佛教他来修禅定 后来他正得天眼 虽然肉眼看不见 但是他正得天眼 而且是天眼第一 这里就提到天眼第一的阿纳律 色界四大照射 因为这样的天眼是由禅定而来 所以色界的地水果风四大所照射 半头清静 半头清静 是天眼 佛眼是四大照射 变头清静 这是声闻跟佛的差别 那什么叫半头 什么叫变头 这个不是头提半 什么叫半头 古德有各种不同的解说 有的是从眉毛开始之上 叫半头 这个半头有上面有下面 这叫半头 有的是从前面后面来分 所以有的解释说 有的见前不见后 因为头他只看到前面一半 眼前的这一半看得见 后面一半看不见 那另外有的古德 他是这样解释 说因为阿纳律 他肉眼坏掉了 他只得天眼 所以没有具足 所以叫半头 不过也有另外古德 不赞成这样的看法 那总之 阿纳律的半头清静 主要是跟佛的变头清静 是做对比 一个是一半不具足 一个是变满具足清静 另外分别 于什么三昧中能见 声闻人 他住于某种三昧中得天眼的话 就在该三昧中能见 比如说他如果是在有觉有观的出禅 得天眼 他就在出禅里面能够看见 或者说也得五觉有观 或者是二禅以上的五觉有观 就是在该处能见 那佛不一样 佛谁所入三昧中住 他想要见 见什么 他都能够完全可以得见 比如说 一五觉有观三昧中得天眼 他也可以入有觉有观三昧 或者五觉有观三昧也能够见 第三 声闻人用天眼见的时候 于守住三昧中 假如心入到其他三昧的话 天眼就灭了 那佛不会灭 自然心住到其他三昧 天眼不灭 那佛用智慧辨知一切众生 生死所去 无能坏无能胜 这是第九致力